看看新闻网 熊熊大火烧起来了 什么情况 台上的三位主演 刘青云 顾天乐 历心节 竟然毅然不动 三 二 三 徐京一场 这把火根本就是 电影发布会上 制造的一个噱头 只是别看眼前的三大主演 看上去淡定 实际上这把火烧了他们心慌慌哦 我们什么准备也没有 他们一来就哄 我历心受到很大伤害 别打眼片 还一不去 逃出春天连发布会都用真火 电影中更是不用说了 只让进剧组前 巴望着用特技完成 一系列危险场面的艳员们 如何接招 但是到新墙拍的时候才发现 大部分的拍的新墙 都是放那个真火的 除了顾天乐 刘青云也直呼上当 特技的关系 我们现在放火 应该比较小 但是也是 也是骗人的 可是很大 此外逃出春天虽然还未上映 但续集的拍摄工作已经开始酝酿 吃了这次大亏 被导演们片上贼穿的刘青云和鼓仔 下次还会不会加盟呢 放映就说 他们在想拍第二集 对啊 我也听说过的 那你们会接吗 李星杰在这里 我们很难回到李星杰 嗨 谁让咱们的女主角李星杰 是导演彭顺的台台年 舆论新年历 期待流星云顾天乐再度合作 香港采访报道 好怎么样搞明白了吧 此火非彼火 我以为是导演真的发火了 所以说这三位演员可以显得这么淡定 是